第27集 你 拜托 能不能拿点真本事 小子 你居然偷选的阴翼族宣伟荒家 你可知被他们知道你将万劫不复 我跟雷一一组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还有 别忘想扯开话题转移注意力对我搞偷袭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换术 小东西知道的还不少 我 我倒想看看 你这千辈反伤体价宣内荒家 能不能顶得住雷鹰特有秘书 雷鹰特有秘书 真雷鱼 小子 再次空间所造成的伤害 只记灵魂无视任何防护 任凭你体质再强也无用 既是灵魂空间 那这些傀儡是怎么带进来的 莫非他们也有灵魂 这些傀儡乃是老夫以几千玄皇净修饰灵魂量化而成 他们的强度于老夫无异 所以你现在面对的可不是一个我 而是五个雷鹰强者的灵魂器 即便是通街修饰 遇到我玄道宗这等手段也只能隐恨西北 死就死吧 无所谓啊 为何你这么淡定 我天生淡定 哼 还以为有多淡能卖 没想到只是虚张声势 起风年年 现在就娶你狗年 你怎么可能 怎么没可能 逗你玩不行了 原来是幻真 小子 不可否认你是个天才 但你这样是不是太卑鄙了些 卑鄙 我学习一下你的手段就叫卑鄙了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我关到这个空间就不卑鄙了吗 确实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再不开启真雷玉 恐怕你要吃点苦头了 你以为我不想 雷鹰一劫 一天内只能施展一次而已 原来如此 那我还怕得求 不怕反伤你就尽管过来 牵火 四风 小子 你以为反伤体质 我就难你毫无办法了吗 这种攻击方式 只要扶转足够 就根本不会受到反伤 机油 刺骨 发锁原吉他 开 该结束了 就划剑决 你怎么可能是雷鹰三界 莫非你隐藏了修为 不装了 我坦白了 本座乃雷鹰一组长老成了此事业 老夫一直不想暴露真实修为 没想到你一直咄咄逼人 今日老夫定将你抹杀于此地 雷鹰长老 前辈饶命 在下不知是前辈 多有得罪 若前辈放过在下 我玄道宗必有中邪 中邪 你玄道宗那三花两岛我抗仗 娶你狗面我比较感兴趣 师父 土儿有生命危险 若土儿生死一定要为土儿报仇 杀我者是雷鹰一组长老陈乐子 土儿 快告诉我你的位置 为师者就来救你 师父 我的位置是 陆阳风 陆阳风所有弟子听命 目标雷鹰族走地 雷鹰一组杀我大批子 我陆阳风誓死要为他寻狗功道 开灵师兄 何时大动干戈 雷鹰一组长老杀我爱哭 今日我就要带领弟子去会会这个陈乐子 如果他雷鹰一组不给我个交代 我便砸了他的雷鹰阻地 不可 师兄万万不可 这可是千亿发动全身之势 现在掌门师兄正在为天魔们一事烦心 你若横生之解 只怕会激怒掌门 九十妹你不要再说了 我只带我一封弟子 无需你们帮衬 除了任何事情我一人承担便是 师兄 出发 治愈的 忍者 求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